好,我们用具油线 这个两段的键头放进来之后啊 转弯的地方我们再示范一下用具油线怎么画 来,请各位再看一次 你啊 先在转弯的地方先停个两三秒钟 再来呢 往它的线条啊 先拉过来,你不要点它,点它就 就开始画了咩 我们是放好就好 然后呢,顺着就方向啊,回来 回来啊 一段一段一段一小段距离就好 点下去之后 再设它的宽度 W Enter一下 刚刚呢,我们设了大概0.5左右 我觉得还OK啦 如果你觉得还是太粗的话,那就设0.3 或0.2也可以 Enter一下以后呢 那终点呢 也是0.3 好,那这时候呢 粗度就出来了 到啊,转换的地方点下去 还没完哦,继续往下拉 差不多距离一样就好了 哦 再把它点下去 按Enter结束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把这个缺角补起来 哦,没有补起来的话就比较难看了 哦,所以主要是 你要连贯性的下来 你不要这边画一条 这边又画一条 这两个算各自独立不算 不算一起 好,这边一样 各位看我再画一次哦,具有限 这一次的话呢,我就不设宽度了 直接画就好,因为宽度我已经设完了,他还记得 现在转换的地方啊 等个两三秒钟 然后呢,再拉上去哦 拉上去段距离 不要太长啦 大概就是,哦 你自己的两个 点一下以后,拉到 转换的地方点下去啊 再往右转 哦,拉过来右边再点下去 好了,以后按Enter 他就自己补起来了 哦,所以呢 他这个地方哦 需要转好几个弯哦 好,OK 那我们建议各位哦 你在画的时候 尽量不要压到图形 这粗的东西啊 粗的这个线条 尽量可以的话 不要压到这个图形 真的压到了 那也没办法 但是我说尽量能闪就闪开啦 哦,OK 好 再来这边一样 巨额线 哦,OK 哦,啊这边的话呢 我把它 变回来哦 中心线 好,这样了解了哦 好,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说 尽量哦 这个转弯的地方啊 你呢 像这个我是觉得 这个还觉得有点太长了 像这个的话就差不多啦 哦 其实不用太长 短短的就好哦 所以呢 这边的话以后你们自己大概斟酌一下 哦,OK 那再来就是说 到底正式图长什么样子 好,在正式图长什么样子之前 你要先把它的立体图先想出来啊 各位呢 它立体图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啊 这么多的虚线 哦,来我们看一下 它立体图呢 它立体图呢 其实是长这样啊 好 从上面看啊 长这样啊 我们转个角度 各位看一下 哦,OK 也许先是这样 哦 看到吗 它啊 长这样 好,一个平台 一个平台 前后呢 两个围墙 两道围墙 那围墙中间有画一个圆 是贯穿的哦 贯穿的哦 挖穿的 好 这第一点 第二点 那么呢 这边有一个洞 各位这个洞哦 如果它是直接通到下面去的 有没有看到 它底下是个大圆筒 底下是个大圆筒 所以你要能够想象的出来哦 它底下是个大的圆筒哦 好 那么底下这个大圆筒里面啊 嘿,你可以看一下 它先挖一个大的圆洞 一个锥形 再接这个小的圆洞 所以底下是长这样子哦 你给我了解一下 所以我左上角 还有一个半圆形的凹槽 一个缺口 不是凹槽 是缺口 大致上啊 这个造型就长这样哦 好 给各位了解一下哦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呢 来看一下 按照它的样子啊 按照的样子啊 那么剖下去之后 会长什么样子 好 在还没开始剖之前 就请各位 各位我们还是按照啊 一般的三式图啊 来把它先画起来吧 哦 主要是把三式图先画起来 按照一般的三式图的概念 先把它画起来之后 再来看它切下去之后 长什么样子哦 好,来 那我们开始 那么呢 首先啊 它的就分为三大部分哦 第一个就是中央那个平台 好,来 我们把中央那个平台啊 我们先把它画起来 中央这个平台的宽度在这里 好,我们对过来 一步一步的把 主要的部分先把它完成 好 第一个 中央平台先出来 第二个呢 把那个圆筒copy过来 为什么说用copy的 因为它是圆柱 既然是圆柱啊 那 正面看 侧面看 应该都是长样啊 所以呢 我们把这个圆柱啊 直接copy过来就好了 你对上去啊 也一定是刚刚好的啦 从上面看 这个大圆就是圆柱 哦 等一下 怎么会不一样呢 是我没有对好吗 哦 跑掉了 你看 锁点,刚刚锁点没有锁好 哦 移过来一点 哦 这样子 好 再来呢 就是说 就是第三个 第二个部分 底下那个圆柱 我们先就看得到的部分先画嘛 哦 再来就是上面那个翅膀 它有前后两道围墙 哦 在这里 然后呢 从这边对过来 哦 再把该修的 把它修掉一下 好 OK 看一下哈 是不是有跑掉 嗯 好 没有跑掉 好 因为我们 因为呢 没有正式图 所以在拉这条线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45度线 好 各位呢 现在呢 假设从正式图看啊 从正式图看啊 你事实上呢 你看得到的部分 就长这样而已 哦 从正式图看就长这样而已 哦 你看得到的部分 好 我们开始哦 还有一个圆洞 把它画一下哈 嘿 圆洞 因为那个圆洞是贯穿的 所以是看得到的 哈 我们把这圆洞呢 补起来 好 这边 哦 这样子 这个呢 就是呢 从看得到的部分 先左手 把看得到的部分 先画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那看不到的部分呢 我们把它转成虚线来画 好 第一个 这个翅膀啊 哦 前后的 这个前后的围墙呢 他呢 基本上 这边是一条虚线的 哦 这第一点 一定要有 这边应该是两侧 再来 那上面这个围墙就完成 再来看一下 从上次图的这个半圆的凹槽 从正式图是看不到的 所以把它对过来 哈 这凹槽在这里 再来 这里有一个圆 哈 也没看到 我们把它对下来 锁四分点哦 千万不要锁错了哈 哈 好 中心线啊 待会再补 OK 这两个 一个圆 一个凹槽都有了 现在开始来画 这一个 正中央啊 这边呢 先挖一个贯穿的圆洞 好 对下来 锁四分点 对下来 这是一个贯穿的圆洞 下来 有没有啊 贯穿不是从这边开始哦 是从平台开始才往下贯穿的 所以修剪的时候 最好呢 以把这个边界选到再做修剪 然后呢 再来他呢 有个小小的 为什么还有个小的 一个小的一个什么呢 哦 虚线呢 就在这边 各位你看一下 因为呢他这边是这样子哈 他是先挖小的 挖下来之后到这里 然后呢 再来怎么样 再来 一个斜线 一个斜度下来 一个追度出来 然后再挖大的 所以基本上这一个呢 哦 这一个 这一个 就是指底下那个比较大的那一个 好 那我们把他对过来 挖歪 啊其实我告诉各位啦 你哦 这个是圆柱嘛 你去正 你去右侧视图 copy过来就好了 因为他里面是挖圆洞啊 挖圆洞啊 从正视图看是 是这么大 从右侧视图看 他也是这么大啊 所以呢 基本上 你去右侧视图 copy过来就好了 这样比较快啦 来我们去copy过来 有没有 在这边 把它copy过来 好了 copy过来之后呢 这条线啊就不用那么长了 对不对 好我们把它修剪掉 好各位你看一下 他这个先是灌这个小圆洞下来 经过一个追度 然后再挖一个比较大的洞 这样子 好 那么呢这个就是他的这一个 从上视图看啊 有这个几个圈 到了正视图 就是这样的一个展现 好 以上啊 这个就是他正视图的一个 长的一个造型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把 中心线啊把它补起来 好 这个呢是一个半圆 对下来 在这里 这边是一个中一个贯穿的圆洞 在这里 有没有 好啊各位呢 看不太出来 那是因为我们的比例 要小一点 所以呢我们到 展示功能表列里面来 这边呢有一个格式的下拉式功能表 这边呢有一个线形 好 展示详细资料呢 我把它做小一点好了 好 0.2 OK 好那他的中心线虚线就比较明显了 好以上啊 就是他正视图的部分 现在呢剖下去之后 我们开始来处理了 好 到这里 好那至少各位呢 第一步啊 你的正视图 你我们没有要求你画立体图吗 好 我们只要求你把先把正视图先补上来 那你正视图的话呢 按照一般的正常的三视图来画 至少先画到这边 好 好那我们开始要来切了 好 当你呢按照他的方式 就是这样切下来 那到底啊 到底呢 那么看到什么东西呢 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凹槽 切下去之后 这个凹槽啊 因为呢 是凹进去的 所以你等一下切下去的时候呢 这边啊是没被切到的 这边不会被切到 不会被切到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诶 我copy一个 这样等一下才不会影响 先到旁边去好了 好 好 然后呢我们来把它 切断给各位看一下 它就是这样 它就是这样 不不 它现在纯这样而已啊 主要是让各位看到它就变这样子 好切下去变这样子以后我们开始来对了 我们开始来看一下 首先啊 那么它会变什么样子呢 第一个 这里 我们先处理一下这里 这里呢 它是一个凹槽在这边 那本来看不到的 现在都看到了 所以把它变实线 把它变实线 面板 删掉一些面板 好 所以这边变实线 这边等一下记得不要画剖面线 因为这边是凹槽 它并没有被刀子剖到 好 这个部分 从上试图看 就是凹下去的部分 这边 好 再来继续 这边呢 再来看一下这里 那这里的话呢 注意了 我们剖下去啊 这面墙不见了 你只有远远的看到啊 后面的那一面墙 远远的看到后面那一面墙 所以呢 这条线啊 应该就要变实线 好 它呢 等于是看到这个平台一样啊 这个就把它连起来了 好 这一面你看到这个墙呢 就是属于后面这道墙了 因为前面的已经被拿掉了 好 OK 所以这边呢 到这边就处理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 它剖下去之后呢 底下的那些圆柱啊 那些圆洞啊 通通都看到了 所以现在这边啊 通通都要变实线 因为呢本来看不到的 现在已经剖下去都看到了 好 那剖下去看到的话呢 这一条是外形的线 这条当然就要修掉了 有没有 好 这边通通都是有被刀子 剖到的部分 好 最后 它有转下来嘛 它为了剖这个小圆 它还转 下来剖这个小圆 所以这个小圆的虚线也看到了 好 所以把这边也变成实线 好 各位 以上到这里之后 那到底剖面线要怎么画呢 来 很简单 就这边而已 请各位看一下 这边 要画上剖面线 这里 要画上剖面线 还有对面的 好 就这边而已 好 把它改小一点 好 以上 这就是画完啊 剖面线的样子 好 各位 参考一下 后面那一面墙 是靠后面的了 是后面那道墙 所以跟我们这次剖的呢 没关系 好 没有关系 所以呢剖面线就有画下面 这个平台 还有连筒底下的圆柱 好到这里 以上 我们就 把它画完了 到这里 有没有问题 好 那这个图啊 我们就把它 传送上去 给各位做参考 至于那个立体图呢 我们也会把它放上去 各位呢 稍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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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